师父你好 你好 海长师父你好 你好 我是1955年的属羊的 想问什么 想问身体的健康 你的脑子里啊 经常会想不通 有忧郁自闭 你的眼睛不好 你的心脏经常胸闷气急 你要注意 你这个人肾脏不好 腰不好 对 你还有妇科不好 对 哎呦 你身上有掉过的孩子 对 还没有念掉 还没有超度掉 对 你好好把它念掉 好不好 好 你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感情 非常的伤你心 你到现在 还很不舒服 对 台长要你把这段感情慢慢的放下 好 不要再去想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过去 我看你图腾 我可以拉回来 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你现在老了 不要再去想了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还有要注意 你 手啊 会发麻 手脚经常发冷啊 冰冷啊 对啊 有时麻痹 麻痹 每天早上麻痹 对 对 所以 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改掉 你一定要吃单身片 否则的话 你的血脉不合 你 其实你的腰也不好 对 而且你的颈椎也不好 对 再被我讲下去 全身都是病了 全身都是病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 你呢 把孩子赶快念掉 家里佛台设了没有啊 有 有设了是吧 对 蛮好 佛台倒还可以 蛮好 嗯 你就是 你就是 烧香的时间不够 哦 明白吗 明白 还有我看你这个佛台上 水果供的很少 对 对 太小气了 给菩萨吃的水果 共一个 两个 听得懂吗 师傅我想问你 我的颅癌怎样现在 什么 颅癌 哎哟 数什么呢 再讲一遍 主阳 我帮你看了仔细点啊 左面 哟 我告诉你啊 嗯 已经 有点扩散了 软组织已经扩散了 有点糜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是太好 要动手术的 我看你 应该已经动过一个小手术了 对 你好好的吃全素好不好啊 我现在有吃全素啊 多少时间了 大概有一两年 一年 嗯 两年 两年 你坚持一下 半年当中 不发 好好的许愿 吃素 念经 我看半年之后 你这个病就 萎缩了 因为你这个年纪 我看你这个 整个的乳房在萎缩 所以 不会再 发的很大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觉得你问题不大 现在你基本上不痛 也就是晚上的时候 有一点脏痛 有失了 基本上不痛的 没问题的 你好好念经 放生好不好啊 好 而且不要经常很辛苦 因为你老觉得这个不开心 那个不开心 你千万不要太不开心 好不好啊 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几岁啊 我看看你的阳寿还有多少 现在几岁啊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是吧 那你真正的结是六十六岁 你特别当心 六十六岁再过去 你就可以活到七十四 好吧 好 所以你好好活着好好念经 以后要出来 要以声说法 就告诉别人 叫人家都要做好人 都要念经 要学佛 要拜佛 好不好啊 好 好了 没事了